红武31年 朱元璋去世 皇孙朱允文即位 结果朱允文即位没多久就开始着手削藩 结果一下子削太狠了 最终朱棣反了 打出了清军策的旗号 起兵静难 朱允文的实力自然是没有朱棣强大 因此皇帝之位只能被朱棣给夺走 在朱棣得到皇位的时候 他却意外发现了一道圣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打开了那道圣旨 怎么这个时候 他竟然放声大哭了起来 并且还说道 父皇你害我害得好惨 那么朱棣在圣旨上究竟看到了什么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也是最像朱元璋的儿子 他在小时候便跟随着朱元璋 一起征战天下 可以说是得到了朱元璋的真传 但是他却并不是大明的太子 大明的太子是朱元璋的大儿子朱彪 因为自古以来都是长子继承王位 所以朱彪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大明的太子 当然朱彪当太子 不止因为这些传统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朱彪对于朱元璋来说 不一样 当年朱彪出生的时候 朱元璋才进入起义军 当时他的亲人只有发妻马皇后一人 朱彪出生之后 情况便不一样了 他又多了一名亲人 这件事在常人来看 可能觉得无所谓 但是这件事对于朱元璋来说意义非凡 大家都知道 朱元璋是一个乞丐皇帝 小时候的他亲眼目睹了亲人的离世 因此他才成为了乞丐 成为乞丐之后 他便对亲人二子非常的向往 因此他才会那么重视朱彪 因为他是这些年来 第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朱元璋将元朝推翻之后 便着手建立了大明王朝 之后的时间里 更是全心全意地培养起自己的继承人朱彪来 日子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 他本以为朱彪会继承他的大业 成为大明新的皇帝 但是意外出现了 朱彪在外出的时候 不幸感染上了疾病 不幸病逝了 朱彪的离世 就令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设立太子 这个时候 他其他的儿子们开始纷纷献殷勤 谁都知道 拿到了太子之位 就等于成为了皇上 朱元璋看到这些儿子的表现之后 非常的不满 这些人里面除了朱彪 还有些出息之外 没有一个人是令他满意的 于是 设立太子这件事 便被无限推迟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 朱彪认为自己会是大明新的皇帝 毕竟当时只有他一人有些出息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朱元璋并没有将太子之位传给他 而是传给了他的侄子朱允文 朱允文是前任太子朱彪的儿子 朱元璋这种行为 令所有人都大跌眼见 他们没想到朱元璋竟然会破坏了之前的传统 那个时候起 他的儿子们心中都有了埋怨 他们就是想不明白 为何父王就是不将皇位传给他们 朱彪在那个时候也是这种想法 但仅仅是想 谁让他们是朱元璋的儿子呢 他们这些做儿子的 只能乖乖地听父亲的话 就这样多年过去了 这些年里面 朱元璋将那些可能会威胁到朱允文皇位的这些变数 一一去除 为的就是朱允文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皇位之上 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 朱元璋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公元1398年 朱元璋的人生走到了终点 他离世之后 他的孙子朱允文便成为了大明的新皇帝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朱允文会是一代明君 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同意朱元璋将他立为大明的太子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朱允文在位之后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相反还做了许多大众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当时的朱允文并没有执政大明的实力 朱允文在那个时候只会有武力压迫其他人 他还和朱元璋不同 朱元璋是靠绝对的实力来压制 他则是用自己的皇位来压制 一次还好 次次都这样的话 这显然就没什么作用了 但是他朱允文不清楚 他认为自己是皇帝 他就可以随意地压迫其他人 因此当时的大明在他的领导下 变得动荡不安 毕竟当时朱允文只是个涉事不多的青年 朱元璋离世的时候 他才21岁 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接触过 所以当时只能说朱元璋他看错人了 这样下去的话 大明很有可能会灭亡在朱允文的手上 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因此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的心中便出现了不满 朱棣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位 他不明白父亲为何要这样对待他们 朱允文完全就没有可能成为大明的领头人物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朱棣便不再隐藏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他直接发起了静难之意 朱棣他这个人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天赋 有勇有谋 只是当时朱元璋活着 他不好下手 所以这些年里面 他在一直都在暗中培养着自己的实力 朱元璋离世之后 他便没有胆怯的必要了 正好那个时候 朱允文又十分的无能 因此他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发动谋反 到时候他可以和其他人说 他这么是为了大明的未来 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欲望 之后的几年里面 朱棣便带领着自己的部下们一点一点的侵蚀朱允文的势力来 虽然朱允文年纪小 精力的少 但他可是实打实的朱家之后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势力可以和朱棣的势力打得平分秋色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朱允文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 朱棣但凡使用一些计谋 朱允文便不是他的对手 没办法 朱允文确实是精力少 于是在那个时候 朱允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棣吞并他的势力 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 这场静难之意 足足持续了有四年的时间 朱允文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势力 被朱棣一点一点地吞定 最终他败了 朱棣攻到了朱允文所在的皇宫 那个时候 朱允文不得不将大名的皇位让出来 让出来之后 朱允文便消失了 朱棣成为皇帝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排除一几 他可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任何他觉得 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 都被他一一铲除 当时剑文帝朱允文有个刚出生的儿子 名叫朱文归 他是朱允文一家唯一存活下来的人 但是却受到了生不如死的对待 他被朱棣囚禁了足足有55年 这55年里面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外界 以至于他出来的时候 根本就认不清六处 表面上是放过了朱文归 实则是让其生不如死 心思实在是太狠毒了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他开始彻底接手了皇宫 从那个时候起 他便成为了大明新的皇帝明成祖 之后的时间里面 他便接下了大明的重担 开始处理起朱允文做的那些荒唐事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见到了朱允文留下来的东西 其中有一道圣旨 圣旨的大意是 燕王如果造反也罢 念其为阵的亲皇书 一旦他攻入京都 三军将士也不可因此而伤害他毫分 朱棣读完那道圣旨 内心百感焦急 他随即留下二行热泪 仰天长叹道 父皇 你当年为何执意偏爱着大哥的儿子呢 如今我虽然通过造反而夺得了地位 却是同事操歌 亲倦相残的结果 一切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是拜您所赐啊 您害得我好苦啊 有人说 战败失事的明慧宗朱允文最终 丧命于一场大火之中 还有人说 朱允文最终隐姓埋名度过了余生 他是心甘情愿地将皇位和江山让给皇叔朱棣的 总之 大明在 静南之意 结束后迎来了新一任皇帝朱棣 这位通过篡位而登基称帝的皇室宗亲 用后来的作为和成就 向天下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一位明君贤主 明朝在他的治理之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并且还出现了 永乐盛世 在于史册 康熙皇帝曾五都叶拜太祖陵 称赞明成祖朱棣所创的 永乐盛世 乃是 龙治唐宋 由此看来 明太祖朱元璋 当初还真就不应该遵循什么 宗法制 来重立储君 他实际上应当依照 立贤则能 得方法来临选大明的未来继承人 如果朱元璋早点策立文武皆备的燕王朱棣为储君 那么 静南之意 肯定不会发生 他的敌皇孙朱远文也不会落得个下落不明的人生结局